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环球时报报道 土耳其或修改俄制S400的迪我识别系统 俄罗斯观点报17日报道称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土耳其压力的背景下 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16日表示 如果美国证实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构成现实威胁 安卡拉可以调整其技术参数 土耳其国防部长表示 F400可能将用于保卫土耳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城市 以及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地区的重要目标 同时F35战机将驻扎在马拉比亚的空军基地 这些城市相距遥远 但如果美方证实F400存在现实威胁的话 我们将对F400系统的参数进行修改 谈到美方要求终止俄土F400的合同 阿卡尔指出 在与土耳其对话时 威胁性和最后通牒式语言是不可接受的 F400合同 与土耳其参与制造F35战机计划 风马牛不相及 在叙利亚 俄军就部署有F400系统 而以色列就装备有F35战机 那时候 华盛顿没有对此表示过任何担心 类似情况在波罗的海地区也存在 对于土耳其防长的表态 俄联邦通讯社 17日报道称 俄退役上校维克多利托夫金表示 土耳其有必要在F35飞机上 以及在F400系统上 安装比我识别系统自动应答器 以让俄罗斯F400防空导弹系统 不会跟踪他们 当然 美国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没想把爱国者防空系统 想卖给土耳其 俄防空导弹系统 在交付国外客户时 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安装识别系统 但俄方并不会向任何国家提供自己识别系统密码的关键信息 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军事机密 土耳其人可能会要求F400 配备北约的MK12识别系统 因此 它可能会要求在某个特定区域 对某种参数进行调整 当然 俄出口型F400防空系统 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对参数进行部分调整 俄军事专家 由里克努托夫表示 土耳其对俄防空导弹系统 F400的技术参数 进行调整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土耳其可能会在F400的迪我识别系统中 编入禁止对美国飞机进行射击的程序 但要达到这一目的 必须要了解俄罗斯和美国的迪我识别系统 而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专家接触这一系统 对美国来说 这一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克努托夫称 实际上 土耳其这是发表了一项政治声明 在最好情况下 如果美国飞机进入F400打击范围 他们可以承诺不对美国飞机开火 安卡拉可以通过与美国达成的法律协议 来确保这一义务的旅行 但对军机来说 在开通应答器情况下 飞行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 这样比我识别系统将无法发挥作用 美军机在俄边境飞行时 一直关闭应答器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 on the 31 新华社科伦坡4月21日电 记者朱瑞卿唐路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21日证实 两名中国公民 在当天的连环爆炸袭击中遇难 受伤中国公民人数正在进一步核实 斯里兰卡警方消息说 目前系列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07人 其中包括35名外国人 另有470人受伤 斯里兰卡当局宣布 从当地时间 21日18时至22日早6时 斯里兰卡前岛实施消息 截至目前 斯警方已逮捕7名爆炸案嫌疑人 并表示将进一步调查 自当天早上约80起 斯里兰卡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8起爆炸 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家酒店 三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呼吁民众保持镇静 不要轻信 未经权威部门证实的消息 并表示 警方和军方正在进行调查 请民众配合 斯里兰卡总理 维克勒马辛哈 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谴责当天的爆炸案 并呼吁斯里兰卡民众 在此悲痛时刻更加团结 今年4月21日是西方的复活节 资料图 中国前射弹道导弹发射画面 环球网军事12月19日报道 美媒称 中国在上个月 进行了新型前射弹道导弹巨浪-3的试射 导弹是从一艘改进型的032潜艇上发射的 美国对此次发射 进行了密切监视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12月19日 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称 中国军方在11月底 进行了一枚新型前射弹道导弹的试射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称 此次试射的是一枚巨浪-3型前射弹道导弹 该导弹未来将装备在中国的新一代弹道导弹和潜艇上 报道表示 美国情报机构密切监视了导弹发射 美方利用导弹预警卫星 探测到了这次试射 但对于此次导弹试射的更多细节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表示无法得知 五角大楼发言人也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五角大楼发言人质疑克里斯洛根中校说 五角大楼不会对与中国导弹试验有关的消息发表评论 报道称 中国导弹部队曾宣布在11月20日至23日之间 进行了五次导弹飞行试验 但没有详细说明试验细节 另外 辽宁省海事局发布的辽海警0265显示 11月16日到23日 在中国大连附近的海域有军事演习 并将封闭海域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 援引中国互联网的消息称 中国使用一艘经过改进的032型试验潜艇 试射了巨浪-3导弹 这艘032 可能是为巨浪-3导弹而打造的发射试验平台 报道援引了中国分析人士的话称 032艇内部安装有潜射导弹的发射管 但这些发射管似乎被增高扩大 以用于巨浪-3导弹的测试 照片显示 这艘改进后的032艇 曾出现在渤海的确的港口 032艇之前 曾被用于巨浪-2前射弹道导弹的测试 报道还援引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约瑟夫邓普希和亨利伯伊德的文章 他们曾这样写到 目前尚不清楚032艇改装的具体细节和目的 但从逻辑上讲 这种改进意味着 这可能是一项更大更高的新发射系统 与新型前射弹道导弹的整合计划 邓普希和伯伊德 在去年8月就曾表示 一艘导弹测试用的潜艇 于2017年2月 从小平岛潜艇基地 转移到大连造船厂 他们说 032型的改进和转移 是为了开展后续前射弹道导弹研制 很可能就是为了巨浪-3 今年6月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曾报道 中国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于5月27日进行了第十次试射 报道认为 中国下一代前射弹道导弹 巨浪-3的射程 将比目前的巨浪-2 7000加公里要远 同时也能携带多弹头 分导再入再聚 MIRV 该弹可能以东风-41为蓝本 如果东风-41的试射 已经成功完成 那么下一步的重点 可能转向前射型号的研发 At Sevilla Dadpost 7500 Under 31 最近国内网络门户媒体 披露了中国海军 J-15D型电子战飞机的大量图片 这也意味着研制多年的J-15D 已经准备开始服役 不是这么大的 不分导致 马路手 向前射 飞机